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5月14日,NBA常规赛,倒计时,西部巅峰卡位战实在是太让人关心和紧张刺激了,尤其是灰熊和国王的这场对决。 一场比赛可以说是诞生了三大连锁反应,伴随着灰熊队在最后一截完成12-0疯狂大逆转,并且战胜国王之后,这也就意味着三个结果随之产生。 本场灰熊的几大王牌确实是够拼的,布鲁克斯坎下30加6,瓦兰丘纳斯24加13,他们联手让对面拿到31分4个篮板的詹姆斯表现,成为了空卡。 而且关键是,本场结束之后,马刺成为最大赢家,随着灰熊战胜国王,国王就失去了后续逆袭马刺的希望。 马刺也正是以33胜37负的成绩锁定西部第10的位置,附加赛的名额有他们一份了,这就是本场诞生的第一个结果。 现在马刺需要安心等待自己的对手了,他们锁定了西部第10。 就看第9名,到底是勇士还是灰熊?后面勇士和灰熊,还有一场直接对话,这场比赛,还将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最后一战。 没想到这最后一场比赛,打成了搏命战,谁赢谁就去,第8有两条命,并且有极大概率,和詹黄胡人死磕,谁输谁就到第9,只剩下一条命了。 除此之外,这场比赛,还诞生了第二大结果。随着国王正式宣告无缘附加赛之后,他们也是确定无缘季后赛了。 这也就意味着国王连续15年无缘季后赛,这是现阶段联盟30支球队的记录,上一次他们竞技后赛还得追复到2006年。 连续15年,竞不了季后赛,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丢脸的情况了。 现在西部前十正式确定,暂时的排名,是爵士、太阳、快船、绝晶、开拓者、独行侠、胡人、勇士、灰熊和马刺。 最后一点,这场比赛,也会让勇士和灰熊的那场球,成为焦点战。 同时也就意味着,接下来勇士和堤狐的那场比赛,就成为了一场鸡肋对决,或者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决。 同时也意味着国王和灰熊的二番战,也将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废物场次。 因为接下来勇士和灰熊的两场比赛,两支球队谁输谁赢,其实都无所谓。 不管他们谁赢谁输,最后一场都要和对方尽情直接碰面搏命了。 而那场比赛,才会决定你,能不能进入西部前发。 所以后面这场比赛输赢,已经没有意义了。 因此勇士,不出意外的话,将会轮修他们的三大巨头。 要全力血拼,最后一场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